今次Facebook的開發商科技大會 圍繞著建造、成長、營利、黑黑度的主題進行 朱克伯格的開場演講主題就是建造 他說Facebook的目標是創立一個跨平台的平台 他向在場的開發商以及程序員承諾 未來任何針對Facebook的應用程式編寫的程式 將會至少適用兩年 如果發現任何技術故障 將會在48小時內收復完畢 朱克伯格在演講中的另一個主題是客戶優先 他屢次強調使用者對於個人信息的可控性和掌控性 給程式使用者自己掌控隱私和信息分享 是獲得客戶信任並且最終佔有客源的關鍵 他表示Facebook將會在未來幾個月推出匿名登錄功能 使用者可以自由使用新的程式 而不用擔心自己在Facebook的訊息外洩 另外兩個涉及保護用戶私隱的功能就是 自行選擇想要分享的訊息 取消通過第三方獲得使用者訊息的功能 星島記者李娜陳心瑜報導 我會想來這次去 Guess 我會想問這次判禍 全部都要來成分 并且必須要來 enc當 那種厚客戶持人 我會想到你